这些是明白的经典中的结文 因为他们不信道 你或许去得要死 如果我抑郁 我将从天上 暂时他们一个迹象 他们就为他俯首贴耳 每分有新的纪念 从知人主降世他们 他们就背弃他 他们却已否认真理 他们所嘲笑的事的结局将降临他们 难道他们没有观察大地猫 或使各种幽然的植物在大地上繁衍 此中却有一个迹象 但他们大半是不信道的 你的主却是万能的却是质词的 当时你的主召唤摩萨说 你去叫唤那不义的民众 即法老的民众 他们怎么不敬畏真主呢 你说我的主啊 我的确害怕 他们否认我 以致我烦闷口吃 所以求你派遣哈龙一道去 他们曾加罪于我 我怕他们杀害我 主说绝不如此 你俩带着我的迹象去吧 我确实与你们在一起 听听他们的辩论的 你们俩到法老那里去说 我们却是全世界的主的使者 请你释放以色列的后意 让我带他们去 法老说 难道我们没有在 我们的家中把你自由抚养成人 而且你在我们家中逗留过许多年吗 你曾干了所干的事情 你却是忘恩的 他说 当日 我不懂事地干了那件事 我就畏惧你们而逃避你们 随后 我的主把智慧赏赐我 并且派我为使者 你责备我忘恩 你所谓的恩是你 曾奴役以色列的后裔 法老说 全世界的主是什么 你说 他是天地万物的主 如果你们是确信者 法老对他左右的人说 你们怎么不倾听呢 他说 他是你们的主 也是你们祖先的主 法老说 奉命来教化你们的这位使者 却是一个分子 他说 他是东方和西方 以及介乎东西方之间的主 如果你们能了解 法老说 如果你舍我而近视别的神灵 我势必使你变成一个秋犯 他说 要是我招式你一个名证呢 法老说 如果你是说实话的 你就招式一个名证吧 他就扔下他的手杖 那手杖突然变成一条毛 他把他的手抽出来 那只手在众人的眼前 突然变得白亮亮 法老对他左右的权贵们说 这却是一个高明的魔术 他想凭他的魔术 把你们逐出国境 你们有什么建议呢 他们说 求你宽限他和他哥哥 并派真墓园到各个城市去 他们会把所有高明的术士 都招到你这里来的 一般术士们在指定的日期 因指定的日期被集合起来 有人对民众说 你们集合了吗 如果术士们得胜 我们或许顺从他们 术士们到来的时候 他们对法老说 如果我们得胜 我们必受报酬吗 他说是的 在那时你们闭门重信 穆萨对他们说 你们可以抛下你们所要抛的东西 他们就抛下了他们的神和杖 他们说 只法老的全力发誓 我们必然得胜 穆萨就扔下他的手杖 那条手杖突然通下了他们所幻化的大蛇 术士们就败了 术士们就败了下去 他们说 我们以信仰全世界的主 穆萨和哈伦的主 法老说 我还没有允许你们 你们就信仰他了吗 他必是你们的头目 他传授你们的魔术 你们不久就知道 我必交互着砍你们的手和脚 我必向你们全体 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说 那也没什么 我们将归于我们的主 我们的确渴望我们的主 奢用我们的过失 因为我们是首先归信的 我曾启示摩萨说 你在夜间同领我的众仆而履行 你们却是被追赶的 法老派遣睁目者到各城市去 他说 这些人却是一小撮人 他们却已激怒了我 我们却是谨慎的团体 我就是他们离开了许多园铺和全园 财宝和高贵的注射 事情是像那样的 我使以色列的后裔继承他 敌人在日出时赶上他们 当两军相望的时候 摩萨的同伙说 我们势必要被敌人追上 他说 绝不会的 我的主同我在一起 他将领导我 我启示摩萨说 你应当用你的手杖积海 海就裂开 每一部分像一座大山 在那里 我让那些人逼近他们 我拯救摩萨和他的全体伙伴 然后 淹死了其余的人 此中却有一种迹象 但他们大半不是信道者 你的主却是万能的 却是至此的 你应当对他们宣读 以不耐心的故事 当时 他对他的父亲和宗祖说 你们崇拜什么 他们说 我们崇拜偶像 我们一直是秦诚的 他说 你们祈祷的时候 他们能听见吗 他们能降福利于你们 或降灾祸于你们吗 他们说 不然 我们曾发现 我们的祖先是那样做的 他说 你们告诉我吧 你们所崇拜的是什么 你们最古的祖先 所崇拜的是什么 他们却是我的仇敌 为全世界的主则不忍 他是创造我 然后引导我的 他是供给我时 供给我瘾的 我害病时 是他使我痊愈的 他将使我死 然后使我复活 我希望他在报音日 设用我的过失 主啊 求你赐我智慧 求你使我进入 圣人的行列 求你 为我和后人中 留一个令名 求你是我 为极乐园的继承者 求你奢佑我的父亲 他却是迷雾的 求你不要凌辱我 在他们被复活之日 继财产和子孙 都无辟役之日 我已带着一颗 崇洁的心 来见真主者 得其辟役 乐园将带到 敬畏者的附近 火玉将被成列在 邪恶者的面前 将要向他们说 你们以前舍真主而崇拜的 如今在哪里呢 他们能助你们呢 还是他们能自助呢 将被投入火域中的 是他们和迷雾者 以及 Iblis的一些部队 他们在火域中争辩着说 只真主发誓 以前 我们确实在明显的迷雾中 当日 我们使你们与全世界的主 同受崇拜 唯有犯罪者使我们迷雾 我们绝没有说情者 也没有忠实的朋友 但愿我们得法与成事 我们将要变成信道者 天中却有一个迹象 但他们大半不是信道者 你的主却是万能的 却是赤词的 奴哈的宗族 曾否认使者 当时 他们的弟兄 奴哈 对他们说 你们怎么不敬畏真主呢 我对于你们 却是一个忠实的 使者 故你们应当 崇拜真主 应当服从我 我不会穿搭使命 而向你们缩取任何报酬 我的报酬 只有全世界的主负担 故你们应当敬畏我 应当服从我 他们说 一些最逼近的人追追你 我们怎能信仰你呢 他说 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 我的主负责清算他们 假如他们知道 我绝不能驱逐信事 我只是一个直率的警告者 他们说 奴哈 如果你不停止宣传 你就必遭辱骂 他说 我的主啊 我的宗族的确否认我 求你在我与他们之间进行裁判 求你拯救我和 与我同在的信事们 我就拯救了他 以及在满载的传中 与他同级的人 随后我逆杀了其余的人 此中却有一个迹象 但他们大半不信道 你的主却是万能的 却是质词的 阿德人则否认使者 当时他们的地群 忽德曾对他们说 你们怎么不敬畏呢 我对于你们却是一个忠实的使者 故你们应当敬畏真主 应当服从我 我不为传达使命 而向你们缩取任何报酬 我的报酬只有全世界的主负担 你们在高地上建筑一个纪念物 以供游行 你们设立一些堡垒 好像你们将永居成事一样 你们惩治他人的时候 你们是很残酷的 你们应当敬畏真主之名 应当服从我 你们应当敬畏主 他以你们所知道的赏赐你们 他赏赐你们 身序和子嗣 圆扑和泉源 我的确害怕你们遭受重大热的刑罚 他们说 无论你劝告与否 这对于我们是一样的 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 我们绝不会受惩罚的 他们否认他 我就毁灭了他们 此中的确有一个迹象 但你们大半不是信道者 你的主却是万能的 却是致辞的 这么多人曾否认使者们 当日他的弟兄撒利哈曾对他们说 你们怎么不敬畏呢 我对于你们却是一个忠实的使者 故你们应当敬畏真主 应当服从我 我不为传达使命 而向你们缩取任何报酬 我的报酬 只有全世界的主负责 难道竟让你们安心地在这环境中吗 这里有圆埔和圆泉 有庄稼和具有千细的 肉碎花絮的椰枣树 你们精巧地造山造屋 你们应当敬畏真主 应当服从我 你们不要服从过分者的命令 他们在地方上伤分败俗 从不一分一所 他们说 你只是一个受蛊惑的人 你只是像我们一样的凡人 你应当昭示一个迹象 如果你是诚实的 他说 这是一只母驼 他应得一部分饮料 你们应得母定日的一部分饮料 你们不可伤害他 否则将遭受重大的刑罚 但他们宰了他 随后他们深觉懊悔 但他们还是受到了惩罚 此中却有一个迹象 但他们大半是不信道的 你这主 却是万能的 却是至此的 卢特的宗族曾否认使者 那日 他们的弟兄卢特曾对他们说 你们怎么不敬畏呢 我对于你们却是一个忠实的使者 故你们应当敬畏真主 应当服从我 我不会传达使命 而向你们缩取任何报酬 我的报酬只归全世界的主负担 你们怎么要与众人中的男性交接 而舍你们的主为你们所创造的妻子呢 其实你们是犯罪的民众 他们说 卢特啊 如果你不停止 你必遭犯主 他说 我的确痛恨你们的行为 我的主啊 求你拯救我和我的家属 使我们脱离他们的行为 我就拯救他和他的全家 只有一个老夫人除外 她是属于留下的人 然后我毁灭了其余的人 我降雨去伤他们 被警告者所遭的雨灾 真恶劣 在此中却有一个迹象 但他们大半是不信道的 你的主却是万能的 却是至此的 丛林的居民曾否认识者 当日 舒阿布曾对他们说 你们怎么不敬畏呢 我对于你们却是一个忠实的使者 故你们应当敬畏真主 应当服从我 我不会传达使命 而向你们缩取任何报酬 我的报酬只归全世界的主负担 你们应当用 足量的 身斗 不要苛扣 你们应当以公平的称 称货物 你们不要苛扣他人应得的财物 你们不要在地方上 唯非作歹 摆弄是非 你们应当敬畏真主 他创造你们和古老的世代 他们说 你只是一个被蛊惑的人 你只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凡人 我们的确认为你是一个说谎的 你是天意快快地落在我们的头上吧 如果你是诚实的 他说我的主是最知道你们的行为的 他们否认他 他们就遭受阴影之日的刑罚 那却是重大的刑罚 此中却有一个迹象 但他们大半是不信道的 你的主却是万能的 却是智慈的 这古兰经却是全世界的主所启示的 那忠实的精神 把他降噬在你的心上 以便你警告众人 以明白的阿拉伯语 他却是古经典中被提到过的 以色列后遗中的学者们指导他 这难道还不可以做他们的一个迹象吗 假若我把他降噬一个非阿拉伯人 而那个人对他们宣读他 那么他们绝不会信仰他 我这样是犯罪的人 常怀否认的意念 他们不信仰他 直到他们看见痛苦的刑罚 这种刑罚将在他们不知觉的时候 突然降临他们 他们将说我们家门宽限吗 难道他们要求我的刑罚早日实现吗 你告诉我吧 如果我让他们享受若干年 然后他们被警告的刑罚降临他们 那么他们以前所享受的 对于他们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我不毁灭任何城市 除非那城市里已有若干警告者 去教会其中的居民 我不是不义的 恶魔们没有带着他降下 那对于他们既不是实意的 也不是他们所能的 他们却已被驱逐而不得语闻的 除真主外 你不要祈祷别的神灵 以免你遭受刑罚 你应当警告你的亲戚 你对于追随你的那些信誓 应当加以慈爱 如果你的亲戚违抗你 你应当说 我对于你们的行为却是无干的 如果你的亲戚违抗你 你应当说 我对于你们的行为却是无干的 如果你的亲戚违抗你 你应当说 我对于你们的行为却是无干的 他却是全称的 却是全知的 我告诉你们 恶魔们附在谁的身上好吗 恶魔们附在每个造谣者的罪恶人的身上 他们侧耳而听 他们大半是说谎的 诗人们被迷雾者所跟随 你不知道吗 他们在各山谷中彷徨 他们直唱空谈不重实践 唯信道而行善并多多纪念真主 而且在被吃压之后 从事自卫的人除外 不义者将来就知道他们所获得的是什么归宿 我说谎的语言